非常的精致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屏幕是非常平整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转轴是完全无缝折叠的 机身也非常的鲜薄 我们可以看到 展开之后 就是一个pad 我们再来看一下 Flex Pie 2 展开之后的机身的状态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都非常的精艳 大家演示几个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Water OS 1.0当中 我们就有一个测取屏的功能 这个测取屏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通过测取屏 直接调用一些常用的APP 现在在Water OS 2.0里边 我们不光是在折叠状态 有一个测取屏 我们在展开状态的时候 这边也有这样的侧面的屏幕 可以非常快捷地调动一些APP 比如说像我现在调动一个计算器 这个确实很便捷 在Flex Pie 2当中 其实我们还有新的这样的智能触控区域 通过我们的柔性传感技术 实现了智能触控区域 那它到底能实现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机器 好 现在是吸屏状态 通过双击这里 就能够唤醒屏幕 在双击这里就能够把屏幕关掉 这个智能触控区域非常方便 如果我们现在进入到比如说相册 然后 我们在双击智能触控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实现了一个二分屏的功能 那么在二分屏的右边 我启动比如说备忘录这样的一个APP 这两边的屏幕大小是可以进行自由切换的 如果我们想把左边的照片 选择拖动到我们的备忘录里 只要轻轻的一点击过来 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非常方便 如果我们再点击智能触控区域 就会实现三分屏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WordOS所能支持的 非常有用的这种多分屏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下面已经是第三个信息栏 所以通过这样的三分屏 大家可以同时看股票 看球赛 看直播 还可以看微信 实现多种功能 多种工作并行 这个也确实非常实用 我自己也经常使用这样的多分屏的功能 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通过 开火 这边从来系列 现在来忙 以前做一个新时间 全成立了 灯 anyways 节妆 哇